歡迎回來科技集積網台版《科技怪事錄》 好,我們有請Microsoft大師兄出場 上次去成功草忌,真是做個厲害的Bucks給大家 不是Bucks,更新完之後總之有些問題 那一段時間也挺厲害的 而這次好像是繼續搏招 上次就說他儲藏忌,上次其實也開始很麻煩 這次是真正為了儲藏忌 在我們上一集說完之後,不久就爆出來的一個更新 這個號碼是KB5039302 這個最主要是影響了Windows 11的用戶 22H2和23H2的用戶都會有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因為如果你有用過一些關於Virtualization的項目 包括了官方的Azure Virtual Desktop 或者很多人用的VMware 可能有些Virtual Box 甚至乎可能我自己也猜到 如果有Virtualization的話 我相信那些Android模擬器 那些全部都關閉 因為你有Virtualization的成功在裡面 只要你有安裝過任何相關的軟件 你這部機器是無限重啟的 嘩 你不能重啟進去 嘩 除了不能重啟進去的經驗 如果你是屬於歐洲區的 因為那時候被歐盟判了 就說他包了一個Media Player 在Windows裡面 就說他壟斷了那些東西 所以他那時候開始就出了一個 你裝Windows的時候 不是可以選擇不同的版本 他就多了一個N的Version 那N的Version 那N的Version 只是會在歐盟的地區使用 那就是沒有包到一些 Media Player 或者相關的東西 就避免了那條法例 所以一直以來 都會有一個N的Version 但如果你是用這個N的Version 的話 裝了這個Update Patchy之外 除了會有機會無限reboot之外 會再多一點 就是連Task Bar都沒有了 哈哈哈哈 我現在前置 你說儲存Combo 他儲存起來 然後好像街霸鹿一樣 搏招招 現在正在推出2-bit 對 斷纜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嘩 真的 可以不可以這些地方 這麼積極嗎 很厲害 對 然後就說 根據Microsoft的官方文件 就說 受影響的用戶 那個Task Bar用不到的話 你都可以 看看會不會有方法 如果進去設定 就可以剷掉這個Update 那就沒事了 嗯 前提你都要 reboot reboot 進去 對吧 哈哈 就是要雞用雞蛋問題 對 對 又要擲椅子 好像那個 那些人機車 做電單車的兩副紙 那張Meme 知道來知道 你要進去那邊剷掉就可以了 我撥到那邊才行 叫你剷掉 我撥不到進去 然後就擲椅子 對 這些位置就比較尷尬 Microsoft就儲大招 這件事就 那他一出來 其實都過幾星期左右 都經意感覺到不對勁 都立刻就剷掉 那個Update 就不再放出來 但是市面上 也有很多人都會Update 鎖上去 Microsoft的正常發揮 但是就 這件事是比較上大鑊的 就是你令到很多人 被搏不到 尤其是現在會的操作 這麼成行 基本上很多的Apps 都是用這些 有些人用來 走某些Apps 做操作操作操作 這樣走 可能真的很多 我用來試的東西 又有影響 之前你Microsoft 你自己有一個Windows Sandbox 你會叫人 有些什麼不肯定 按摩出的東西 你這樣出 官方提供給大家 那些官方Tools 那些Android模擬器 那些什麼東西 那些裡面 全部都是用操作操作 所以有安裝到這些軟件 是完全不出奇的 那他就這樣玩人 厲害 真的厲害 不過 雖然他這次是放大招 但也算是只有一單 那些超必是這樣 一招就三人檔 已經KO了 對 KO了你的手機 沒什麼 你的手機都開不了 現在還說什麼 但是呢 如果說供應量來說 這次的大戶 就不是Microsoft 即是重質還是重量那方面 對 在數量上方面 Apple這次是佔優的 他就領先了Microsoft 不能在電梯裡玩得這麼開心 可以嗎 對 終於就換位了 就是有一單 就扭了上去說 但是呢 亦都有其他不同的新聞 可以說一下 第一樣說的呢 嚴格來說 他是加了一個功能 但是呢 我就想 拿出來討論一下 拿出來說 這樣呢 就等大家有個reaction 我相信大家都有reaction 這樣呢 都是關於他那個 iPadOS18的Beta 話說呢 原來他這次iPadOS 就加了一個新的功能出來 我見到很多媒體 在大肆報道 真的好像驚天地 一鬼神一樣 原來呢 他在這個Beta 原來可以 將外置硬碟 就格式性 去expect 可以方便你的手指 哈哈哈哈 阿南哥說兩句 原來以前不行的 不行的 沒有的 我沒有試過做format 這個動作 雖然我沒有想過是不行的 但是我手機那時候 插一些手指來做backup 即Android那邊 我試過是在那個format 的 Android 是的 即是不是mobile device 那時候買了手指做backup 那些 然後刮下去 先用那個format一次 我在手機做的過程 iOS18了 出了18年了 終於可以format了 哈哈哈哈 不要感動 不要感動 這個像youtube的 thumbnail的標題 18年了 終於可以用這個功能 18年磨一劍 哈哈哈哈 終於可以 我之前說18年了 這句是達哥 什麼神者之石那篇 潮文 練成神者之石那篇 神者之石都有啦 你終於可以format了 混蛋 你老尾 哎呀 都是果粉說那句 他出 即是說他現在覺得這個功能是最perfect 要是format 要是format不到 要是format不到 可能觸動問題 哈哈哈哈 要盡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說起 什麼 就是他 剛才說什麼 要是format不到 要是format不到 最perfect 就是那時候才推出這個 阿藍哥說最perfect的timing 今天要接我下一單 就是他之前 WC那時候 亦都出來說過 就說 有那些Apple的 AI Apple Intelligence 嗯 這樣就說 他們需要有8GB或以上的RAM 才行到的 那時候 就有很多人在這裏說 哇 家裏那些機器 行不到啊 什麼啊 如果8GB RAM 是不是不夠用啊 那時候高層就跟大家說 就說 8GB RAM呢 竟然滿足了所有的使用範圍 就不需要再買那麼多 8GB什麼都夠了 對 我們8GB跟別人不同 雖然有D-Rate方是 那事關呢 就是他自己 旗下買的那些產品 包括Mac機啊 那些等等 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8GB起的 那雖然你買Mac機 可以買16GB RAM 或者更加多 但是 他自己官方的說法呢 就說 8GB RAM是夠了的 就跟你Window那些不同的 你不可以拿那些標準去比的 這些說話呢 是最後一次出來公開說的 就在4月15號左右 就是WBC前後的時候 但是呢 在我們開麥克風前幾天呢 就開始被別人嚴上了 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事關呢 他們最近就在Xcode的16 就是用來寫iPhone App 那個Xcode 最近就加了一個新的功能 就叫做預測代碼 他這個中文名字 那是什麼來的呢 他就說是 關於Machine Learning的事情 就可以預測到 那些人寫Code 那些東西 就是我自己不太懂計劃 所以我不太熟 那些東西 可能你寫AE段 就說 那些人我猜 不知道多數會寫B容詩那一段的 然後他就幫你補上去 那些 應該是這類的 那 問題呢 就是 如果你要用到這個功能的話 你用來寫Code的那部機 8GB RAM的機是行不了的 你要16GB RAM 咦 那上次說什麼 如果我上次相信你 我買過8GB版的話 那就 用不到最新的功能 那他們強調呢 就說 只是這個功能用不到 其他都用到 就是會有功能用不到 照他這樣說 你好像上次 Microsoft MacroPilot Plus 那裡 是搞笑的 有件事是搞笑的 但是他必須提升了 某個 數字出來 那些最低requirements 就是 先不及別人補充 可以 不用那麼多都可以開稿 但是 至少 你買了那個數字 就肯定用到那些東西 你現在就真的不太好 你反而買完 一些 8GB RAM 就被你中了一服 就是差一點 對 所以這東西都被人嚴重 就是陰陽 就是 只可以說你相信他 你買窮人版 你預料了 只可以這樣說 那些AppleFanBomber 就是 這個本來是不忠誠 為什麼買那些便宜價版 不敢殺最強的Apple輸出 不是 到時候 就要再買一部 你再買一部就可以了 這部就 我不知道就是 都是 然後跟你說 你等10月 等10月再買一部 對 很喜歡見人近幾月 近幾月 到時候有的 都是那句 你到時候就會忠誠 你忽然忠誠 忽然忠誠 對 對 這個就 有趣 好像可以說 這件事有點壞 這件事的說法 對 HardwareWise 那些東西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 講一下軟件的問題 嗯 接下來 就是講回 他們之前出iPhone15的時候 然後呢 就非常之強調 他們呢 那部電話 終於可以走到一些 3A大作 對 這樣呢 就說 可以玩到一些 很厲害的PC遊戲 都可以 到iPhone那裡玩 那樣 就說得很厲害 那時候就不斷 那隻RE4出來 雖然呢 就利身 我自己有部iPhone15號 但是我沒有打過來玩 真的 因為 這樣說 你又有一部PC 本身是GamingPC 就拿一部PC玩好過 對 那我就 沒有試過 就是利身 我是沒有實際溫恨過的 你就不夠忠誠 應該好像那班 最忠誠的過分 那些 3A大作 iOS iPhone運動 我經常說他 什麼iOS智商主義 對 然後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要iOS做到 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事情 就是什麼iOS做到 他們都不開心 他們是這樣的 那天哥你應該要學他們 對 那利身那隻RE4 我買了PC版 哈哈 哈哈 你傻子當然買了PC版 我覺得 如果你這樣說 真的Apple 優越的那一陣子 他們會不蝕 你那些CAPCON 弄的遊戲 都不是Apple弄 是不是 青瓜哥 那你要問一下 為什麼他們發佈會 要發很多窗截 在那裏說 對 這樣說 其實這件事是好的 你說運動是好事 不過 有些 那時候說到 好像PC遊戲 末日那些搞笑 說到什麼Console Cutler 對 那些是搞笑的 真的 一個平台大家玩的 那件事 我就算拿手掣 接電話 跟你在PC 或Console玩 其實是幾回事 那時候 剛剛發佈的時候 真的好像我剛才都說 有很多的媒體 Console Cutler 就在那裏說Console Cutler PC Gaming 死 那些 很多這些 都說 那些Steam Deck Cutler 那些 就這樣說 但是 有這麼多的報道出來 到底實際行動上 他們是怎樣 根據一份 數據調查顯示 就說 由2023年的12月 正式推出的 iOS版的 Resident Evil 4 總計的下載數量 達到35.7萬人次下載了 那好像也不差 下載數到多少 但是 再看清楚這個數字 原來當中 只是有7000人 就給了錢去買 因為下載 就只有最初的 給你做Demo 這樣就來試 但是實際上 真的給錢去買的 只有7000人 全世界 剛才是35萬 減完之後 也有三十幾萬人 都是 我下來 看我的iPhone多厲害 跑個RE4 你看看 現在的Console Cutler Steam Guard Cutler Windows相機 Cutler iPhone是最強最聰明的 iOS是地球上最強的OS 然後 其實在座各位都是垃圾 對 然後玩完那個罪章 好 我拿回PS版 或者拿XBOX版出來玩 應該很多都是 YOUTUBE 那些review 就是下載 下載 運輪到 這樣 你本身是市場問題 這個只是 App Game 或者App Gamma 有時候可以叫 App Gamma 那個生態 和大家 一般Console PC Gamma 都幾回事 你本身PC Gamma 和Console Gamma 都不同 原來剛才說的RE4 已經是比較好的例子 就7000人給了錢 另外最先進行的Village 就是RE7 這樣付費人數是不到6000人 這樣更加低 好像阿南哥剛才所說的 CAPCOM這些收皮 一般遊戲 一般仔不識貨 當然是等Apple第一方 另一隻 在2024年6月6日 上市 這個 癡黑信條的Mirage 厲害 發覺第一 對 發覺第一 很熟悉歷史那間 沒錯 即是被人掩上 要不給 買那間 有人說聯儲要不給他買 這個Mirage 未被人掩上這個位置 但是 這個遊戲 上架了 大概一個月左右 到現在 我們看到這則新聞的位置 大約有 12.3萬人次的下載數量 都OK啦 十幾萬 但真的有付錢的 有多少個呢 有500 有 那是3500 那是3000 那是3000 我不知道這樣比較 算不算什麼 我突然想起 我們上集 說極速星母那個 對 我也是說 我在混合 哈哈 我在混合 事前登錄 哈哈 不是 我混合那些Bullway 說要賣500隻 那就是 極速星母Bullway的7倍 銷量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不要這樣看 害怕那個 害怕那個 可以有少許可比吃 我也不想到的 Bullway 真的遠了一點 這些究極 都是VA大作 你拿一隻極速星母 那隻轉珠 跟它比 不是啊 那你都是 你都是 你都是 你都是拿一隻Bullway 買一隻碟 你買一隻東西 好像買一隻遊戲 那樣原理 是 你有極速星母Bullway的7倍銷量 哈哈 很厲害 我覺得真的是平台問題 認真那句 其實 你的平台支撐是好的 但 其實也不是笑Apple 我們 我想說 Apple做到這件事是很好的 不是 那些 有Steam Gakula Console Gakula 那些真的浪費 那些講過這樣 其實 那些人不是Gamer都不知道 其實 講那些人有沒有買過 對 講那些人有沒有買 或者講那些人本身是Gamer都已經不同 這些東西 沒錯 就是在那個輿論問題 就不是Apple問題 它做到一件事 我對它是厲害的 就是它基本上的1島是厲害的 是好的一件事 其實是 但是就奈何 就是好像我這樣 我自己在PC那裡買了一次 有銷售 我玩到那些Graphic更加漂亮 那你這個Version 又是給那些錢 嗯 那我又 就是操控 我又要帶到一個手掣出街 其實 我沒有理由 我的PC賣完 然後我又在這裡 特地買多一隻 是吧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它都要正視 就是它 不是一個 那麼簡單可以解釋到的問題 是要想 有沒有一些Game 可以第一方 第一下出的時候 就是在它的平台上登錄來做手法 就是手法那一刻 已經要有在這裡 又或者可能它一出 就只是給ROS 給ROS玩家用的 不給ROS玩家玩的 但是市場夠不夠 它去做就另一件事 就是很多廠 可能都是用來 不過總有些Game是什麼 就是什麼 王者榮耀 CALL OF DUTY 現在都多人玩的 是的 可能你做過那些 它的極限可以再高一點 就不一定是 所謂手機Game的方式 或者手機Game的質素 就可能是再高一點 但是 要看市場如何發展 可能很多人都習慣了 那你去那個APP 那你手機玩遊戲 你當然是 你最過課金 你這些Game 如果是Single Play 那你也是預算 有些版本 看看廣告就算了 那就玩一下 不會特別 整隻買回來 就專門是在這部機玩 其實生態是問題 但是有Support是好的 還有我們之前都說過 有很多間公司 是嘗試過Streaming 的遊戲Service 就是大宇 我們都笑了很久 Stadia 就是我覺得Apple 怎樣拆都好 他們去到今時今日 一件事都做得很好 就是普及化一件事 它只要想普及一件事 就是由幾年前 忘記了那個Terms 是不是移動到 想不到 那叫什麼 動態島 動態島 我經常忘記了 不是幾年前 是去年 沒有幾年 現在還在用 是去年才出來 去年才出來 我覺得有不少廠商 或者自己 都真的 真心講句 以Apple先行線 那如果Apple 是真的想在這個位置 發多一點點力 沒錯 Mobile Gaming 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但是真的看要怎樣做 我是佩服它 在普及化 就是我自己不用這個平台 但是我佩服它 在普及化方面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品牌 反而覺得 那些輿論問題更多 其實那些東西真的不是他的問題 其實那些東西是 這個真的吹大 即是那些平台 即是那些平台 真的吹得太大 是 大概那麼多 接下來 就講另一間公司 Google 三巨頭 第一單說的 就是 不過Google說的 兩單都不是一件好東西 那樣呢 第一樣 都比較嚴重 那就是 有一隻叫做 Refel Red 的病毒 那就是一個 木馬的程式 來的 那樣呢 最近呢 就在那裏 扮演一些合法的Apps 譬如 扮演IG 扮演Whatsapp 這些社交平台的Apps 引你去下載 那樣 那如果你一旦下載了之後 就發覺就會出事 最基本就是偷你的個人資料 那嚴重的呢 就是可以遙距控制 受感染的機器 甚至乎可以製造 裡面的雙重認證 那基本上是放題 那現在調查 就說它這個 木馬程式 所用的漏洞 是一些比較舊一點的Android version 哦 而且呢 是針對著 Samsung 小米 和華為的舊機種 即是沒有更新的那些機種 就會受影響 那保守估計呢 現在市面上 有39億部Android的手機 是受到影響的 那就是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就慶幸地 只是舊機才有這樣的問題 那如果你這部機是舊到沒有更新的 即是安全更新的 即是安全更新的情況下 那可能真的要考慮換機了 其實我現在自己的機 因為到現在 我那部20年出的那些機 即是Note20 那還有一些安全更新 是每個月有的 或者有時候可能慢了一點 但是基本上是接近每個月的 那都OK的 但是反而我都想過 到什麼時刻可能會想換機 可能真的如果他連安全更新 都正式完了 都已經是沒有提供的 那個period 那我可能真的要想換機 我覺得 是 因為現在這些 這些資訊安全 是重視程度高一點的 可能真的要 那些人 放在機裡面的資料 是越來越多 變了 那個後果會更加之嚴重 至少有Android Play Samsung Play 不知之類的 已經不同了 已經不同了 以前的Future Phone 那些東西 所以大家要留意 另一樣 都是安全漏洞 但是這次 上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就是 美國聯邦政府 出了公告 說明說 要求他們 美國聯邦政府 裡面的職員 如果是用Pixel電話 的話 一定要更新 好 就是他點名 說Pixel 但是事實上 其實是一個Android 安全漏洞 不單是Pixel 這樣就是 關於他們 在6月的安全更新的時候 當中有一個 CVE2024-32896的漏洞 這樣就說 這個漏洞很嚴重 就會令到 Fastboot Firmware 就會出現了安全問題 但是 為什麼會點名 說Pixel 就因為Pixel 已經出了一個更新 所以就叫了它 但是其他的品牌 都會受到這個漏洞的影響 叫它 因為他快手快了 更新 所以叫大家快 所以馬上叫Pixel 用家 這次到最後是Pixel 做好了 就是Pixel機型是快手的 但是呢 上升到聯邦政府 要出面帽子 這件事就 比較上安健一點 所以我才放在這裡說 就不是關於Pixel的壞事 雖然你嚴格說 也有一些Android相關 但是Pixel這個機型 這次做當然OK 不說 叫做都做到事情 馬上就有更新 有時候說這些位置有出現 也沒有辦法 但是最重要是夠快手解決 沒錯 這個漏洞那裡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呢 都要說回 每一年去到這個時候 Google都會有新聞提供給我們 就是同一樣問題 就是它的發佈會差不多到 嗯 那是不是又有東西流出了 沒錯了 它接下來的Pixel 9已經流出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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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次呢 哈哈哈哈哈哈 不過這次呢 就沒有什麼新意的 那純粹呢 就有一個人呢 就拿了一部全新的Pixel 9 就拍了一個開箱的影片 這樣呢 就基本上 有實機拿在手 開了一部機 那已經拍了影片 放了上網的了 那 沒有什麼新意 太沒有新意了 這次真的 其實不當然是說 它不應該有任何新意 應該不要有這件事發生的 但是 沒有流出 那你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新意了 對 你現在流出了 但是又這樣說 它那個攝錄的位置 我覺得漂亮的 它攝錄的行業 之前四方在 比起之前是好了 現在收了一點圓 我自己不太喜歡的設計 我喜歡直身那隻多一點 但是 我現在覺得它圓圓的 那隻有點像webcam 那樣都OK 我覺得 還有整個機身 你覺不覺得 那個倒 或者那個cutting 我覺得是圓潤了 好像沒有那麼 一塊一塊 斷斷續續 雖然它突出來的那部分 我自己也不喜歡 但是它預料到機身上 應該好一點 但是反而這次 我不知道是不是配色 因為我現在看到 是這個粉紅色 這個粉紅色是OK的 就是粉紅透子 它是傻炮粉 就是傻炮那隻 但是 反而我看它拿上手 那個倒的cutting 是舒服的 對 還有它那個 現在看到它機身粉紅色 然後在CAM旁邊 用一隻 淺一點粉紅 撞下去 我覺得是漂亮的 它是喜歡玩兩隻 通的顏色 撞在一起的 它還要這次撞得漂亮 我覺得它那隻就是 這次就算是 這隻比較好 之前好像是隨便撞一隻 銀下去 之前呢 敢不敢搭八 現在它是深一點的粉紅 撞一隻 淡一點的粉紅 我覺得很漂亮 希望另外的顏色 都OK 這個真的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有其他顏色 會不會留出其他顏色給大家看 看看會不會有 因為實際上的官方發佈時間 就是8月13日 才會有發佈會 整個月時間 可能都夠大家看完全部顏色 多過一個月 夠看完全部顏色 可能有機會 到時候看看怎樣 可能還有一個月的 可能它出第二招 這個可能是第一波 一陣子一陣子一陣子 整理給你看 連其他模特兒 都齊了 它現在可能有 你上次我們覺得 最有心意 是它出了廣告 這次玩東西 可能不出平面廣告 出了電視廣告給你 那就厲害了 那就厲害了 看它表現 有時候看它表現 就是 每年都流出 所以都真的非常 不當步一步 你會說每年節日 都要什麼 提一下節日 就是有如 Apple每年9月都會發佈iPhone 跟Pixel每年都會流出Pixel 夠樣 就是在科技界 Mask 7月左右 Samsung發佈會 8月前 就差不多時間 就到Pixel流出 然後9月 就到新iPhone發佈 對 這是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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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界的運作 留意科技界的東西 Madee 其實應該是這樣 就算了 Google方面 應該說到差不多 接著說多一宗 大公司的東西 沒錯 關於IG 事關華爾街日報 最近做了一個測試 在2024年的1月到4月 他們就開了幾個 都是寫自己是13歲的用戶 但是呢 用他的那個年齡層 那些東西就有幾個不同的設定去試 做測試 看看官方會派到什麼影片下來 嗯 他們發現 即是最近可能在掃一些視頻 那些 沒錯 就看看他派什麼推薦給你看 就不斷掃掃掃掃這樣 結果發現這些年齡設定只有13歲 就開始接受到一些 即是非常之 嗯 性感 對 很性感的 有很多暗 對 性感士聲齒 對 對 對 真的只是多聲齒說而已 沒錯 一早就罵過幾宗 對 這樣就給了很多這些影片 給了一個性感士 對 就不應該是13歲的用戶應該接觸到的內容 對 他說其中有一個戶口 在他開了帳戶之後 三分鐘之內就掃到色情內容 因為大家可能會想些什麼 哎呀 那多數是什麼 什麼人就看些什麼 你又看一些色情的東西多 或者你看性感的東西多 就給你性感的東西 幾分鐘就一個帳戶開了 對 人家的13歲帳戶開幾分鐘 就已經打給你了 對 那幾分鐘 應該是很難跟你了解這麼深的 沒錯 偷聽也聽不像這麼多 對 他們這個同樣的測試 亦都在Snapchat和TikTok上面 做類似的測試 但是發現這些平台 都沒有提供到成人內容 好像沒那麼瘋 連TikTok也沒有 哈哈 又是那句 連TikTok也做了很多理 TikTok也做了很多理 這樣就公佈了這個問題出來 TikTok那邊就回應 就說我們對於未成年用戶的推薦內容 是非常謹慎的 對 對 終於讓他贏了一次 要不然回應那些 不是十八錦片 都是教壞人的 哈哈 意識也不應該是十八歲應該要接觸的東西 對 你回應那些東西 又真的十八歲 那些不是十八歲 是任何年齡人士 都不知道應該要接觸的東西 那些傻瓜 那些短影片和其他東西 都是上癮成高的 但是 這個IG我覺得是更加低 因為它是色情那方面 偏向色情那些 有趣的是 自然就問Meta那邊的人 他們出來說 我們自己內部都做過類似的測試 都有些類似的結果 哈哈 我也知道 是啊 他就說這些已經是之前的問題 我們現在剛剛更新確定了 但是別人的測試是在一月到四月做的 其實都不是很久之前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別人報完這件事之後 你才會這麼快 又能夠作出回應呢 那就是 會不會太快 這次會 別人一家 一個麻煩 又開了一個帳戶 一數出 喂 不是喔 還是大奶奶 真的 他也不少 這樣 到底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言 那樣 有待查證 但是 大家要知道有這件事出來 如果你是別人的父母 這方面可能都要 留意一下 對 留意一下 不行 這些東西給你們說太早了 這東西不是你看的 我看的 可能做爸爸的 這東西不是你看的 我看的 真的 遲些才跟你分享 可能會這樣 可能是 不過呢 有些事情就不是說 只是分享 你不可以看 我才可以看的 例如下一節節目 你也可以看 大家也可以看 大家也可以看 你最好就傳給別人看 所以這節就差不多了 下一節的科技怪事錄回來 喂 不是喔 這個繼續踢下去 不過有些事情 真的不可以隨便給別人看 而下一節回來 真的很多東西 是本身不應該被人看得到的 都被人看得到 真的糟糕了 這些就留待 下一節的科技怪事錄的時間 回來繼續 好 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繼續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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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 情況 神奇